哈囉大家好我是崔 沒有《蟻人3》了 前陣子漫威爆料網 Mikey Sutton 在他的個人臉書專頁上 貼出了一則關於《蟻人3》的消息 說《蟻人3》應該不會拍電影 反而是以影集的方式出現在Disney Plus 什麼 大風吹 吹什麼 崔 沒有《蟻人3》了 在影片開始之前 請記得訂閱我們 也可以開小鈴鐺 不錯任何電影資訊喔 在說他的爆料之前 先來說說為什麼他的爆料這麼可信 甚至引起各大媒體的關注 Mikey Sutton這個人 跟之前John提到的另外一個爆料者 Roger Waddell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這個Mikey 他其實是真的在comicbook.com 跟Amazing Hero這兩個網站 其實他還有其他網站 當專欄作家 其實當初2015年 迪士尼跟福斯合作的消息 也是他第一個在網上爆料的喔 後來他也說 班尼迪克彈會演奇異博士的消息 所以依照這兩個可信度很高的爆料來說 很多人都相信他應該會有在漫威裡面工作的內線才對 這次Mikey在9月16日在他臉書個人社團中貼出一篇文章 提出關於《蟻人3》可能變成影集的推測 他原文如下 大致上幫大家講一下重點 根據Mikey的推測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凱文廢吉太忙了 沒錯 又有人把鍋甩在凱文廢吉的臉上 還記得之前蜘蛛人鬧得沸沸揚能事件嗎 當初Sony發表聲明就是 因為凱文廢吉要忙著處理接下來迪士尼下面的產品 所以不會再繼續擔任接下來蜘蛛人的製片 有趣的是說忙的都不是凱文廢吉本人也不是迪士尼而是Sony 是不是有點奇怪 好啦回到正題 Mikey寫到因為凱文廢吉接下來要處理X案警以及驚奇四超人 所以迪士尼有在考慮把蟻人接下來的劇情移到Disney Plus 第二個原因就是漫威想要開發不同的電影類型 在漫威第四階段跟第五階段正在開發不同的MCU電影類型 從間諜片到驚悚片各種類型都有可能 而且聽說尚氣跟刀鋒戰士都是會有比較創新的感覺 而且蟻人的電影本來就是比較輕鬆的調性 -你不太瘋了 -你很可愛 算是漫威電影裡面比較合家觀賞的一個英雄角色 也非常符合Disney Plus的客群設定 所以這個消息到底可信度高不高呢 我們還是保持著觀望的態度 記得演出皮姆博士的麥克道格拉斯 在今年二月的電影評論協會的記者會上 有透露迪士尼有在討論蟻人三的事情 但那還沒有正式的消息 他也說到他們通常會突然告訴我要拍囉 而那個時候的劇本可能已經重寫三次以上了 而蟻人的演員保羅路德今年六月也有開玩笑的表示 他不知道蟻人三什麼時候會開拍 他也告訴粉絲 可能要連署才會成功讓迪士尼開拍蟻人三喔 蟻人在漫威的第三階段其實扮演著超級重要的角色 他不但介紹了量子領域 在終局之戰中更是成為了扭轉局勢的關鍵 但因為在今年八月第二三公布的第四階段作品中 並沒有蟻人三電影的消息 所以讓人家不禁懷疑蟻人三到底是不是真的會變成影集呢 你們覺得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們討論 你覺得蟻人三變成影集的可能性到底高不高呢 我個人是覺得蟻人三不管是電影或是影集都沒有差啦 重點是Disney Plus台灣還不能看 今天剛公佈說他可以預購 但是台灣完全沒有消息 怎麼辦 QQ Q 我們以後什麼都看不到 不知道怎麼辦欸 好難過喔 喜歡吹什麼到請在右下角訂閱我們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因為我知道網路上很多人很不喜歡我們這種 推測 因為他覺得這是假新聞 就是還沒有確定官方確定的消息 他都覺得 媒體不應該亂包 帶風箱 但其實媒體也只是把 就是現有的消息整理出來 我們也沒有一定說蟻人三就一定會變成影集 所以也是要大家理心去思考 提供給大家一個對想像的空間 對不要罵我們 我沒有帶風箱 所以他有可能還是電影啊 有可能是影集喔 XX貼出了一則關於蟻人 XX 蟻人 XX 我們還是保持觀望的態度 觀望 我剛說觀望 觀望 XX XX